其实睡眠呼吸中止真的危害 我们就是分成临床跟血管性的 那临床上病患整晚的反复睡眠呼吸中止 会造成反复的睡眠被剥夺一直醒来 那醒来的次数只要越高 就是睡眠被干扰的次数越高 白天其实四岁的程度就会越严重 就会产生 比方说在开车这个需要 非常高度注意力集中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朱先生却产生了容易打瞌睡 那就容易产生交通安全的意外 那有些人是工作的时候打瞌睡 而产生那个工作上的意外 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很严重的患者 他是印刷工厂的工人 他要把那个印刷本推进去裁切 然后裁定 结果他因为打瞌睡 就整只手指头这样裁切掉了 所以那个就非常的可惜 那所以晚上睡不好 绝对影响白天的工作安全 跟公共交通安全 那另外就是说患者在整晚 反复的睡眠呼吸中止 吸不到气的过程 它会产生一个缺氧的现象 那这样子周而复时的缺氧 缺氧会造成血管收缩 跟血管内皮细胞的受损 长期的受伤 那只要是血管收缩 我们全身只要血流到得了的地方 就会产生血液灌流不足的现象 所以才会产生 我的四神经血液灌流不足 四神经就萎缩 我的脑部血液灌流不足 有些人就会出现比较年纪轻轻 就好像类似失智症的现象 或甚至脑中风的现象 心脏灌流不足 就容易睡梦中产生心律不整 或心肌梗塞 那整晚的缺氧会造成病人缺氧之后 大脑细胞要瞬间觉醒 来保住下一口的呼吸 因为病人就是反复的 中止呼吸中止呼吸 那在大脑瞬间醒来的那一刻 其实整个人的交感神经 是处于瞬间兴奋的现象 睡眠中止的患者 会因为整晚的交感神经兴奋 整晚睡着血液没有降低 反而是升高的 那育炎中的患者 这个交感神经活性 会持续到白天甚至更久 导致白天也持续高血压 那刚刚杨医师提的这一些 那讲到这个血压不足 血管因为可能是收缩的关系 这个跟我们常见的 像心脏血管 血管堵住了 造成的这个像心肌梗塞等等 这个在临床上 在心血管方面 那个表现有没有什么不同 所谓的心肌梗塞其实是因为 这个血管因为周状动脉硬化 里面产生血栓 急性的发生的时候会产生心肌梗塞 所谓这个呼吸重症症候群 产生的是一种就是高血压 跟这个内皮的不良 跟这个交感神经的心粉 这虽然不是到说整个血管就是整条不见了 但是其实对我们整个心血管系统也是相当的不好 就像刚刚讲就是说一般我们的血压应该是会在睡觉的时候会降低 是会有这样正常的周期 那一旦有这样子就是呼吸重症症候群的话 其实我们晚上的血压会偏高 这类型的病人其实将来心脏血管的疾病会比较容易发生 包括一些心脏肥大 左心房的扩大 甚至说我们很多病人其实如果说血压控制不好的 其实是因为就是因为有这个呼吸中止原因在 这会造成我们血压非常非常困难控制 那而且不单是这些就是血管或是这些心脏肥大这些问题而已 我们包括刚刚讲说我们一些心房 或是一些心室的心率不整 也会因为我们平常这些交感神经的 因为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的关系造成这个 交感神经心粉 会让这些心率不整更容易发作 这些心率不整发作不只会产生心急 也会更容易造成病患中风 所以它其实影响是非常深渊